因為疫情停辦三年的長洲太平清朝飄飾巡遊 在今年的佛誕強勢回歸 巡遊下午2點開始 打頭陣的有他們 看看大家認不認得他們扮演什麼人物 這個應該沒什麼難度了吧 是呀,就是消防員 切合烈火紅心主題 表揚香港消防員年初在土耳其地震後 前往當地協助救援的英勇行為 但後面這位小姑娘難估一點 原來他是扮演行會召集人葉劉淑儀 主辦單位說本來文青局局長麥美娟才是主角 但他們臨時改變主意換人 說欣賞葉劉敢言為香港把關 另一個主題就是加風四起 以財政司司司長陳茂波為主角 並且以車費電費加價為主題 願意政府可以為市民首龍門 控制相關企業的家福 這個小朋友就扮演廣燈高層 諷刺廣燈停電 獎金照樣代代平安 當然也不少得長洲引以為傲的代表人物 不論風飯轉手 古代裝扮好像觀音 公主和駒馬都有 但天氣始終酷熱 很辛苦的嘛 開心呀 開心呀 你說開心呀 開心呀 唉小朋友真是一言難盡呀 主辦單位就說 今年制定飄飾主題 要為市民發聲考慮 說一向都是政府做得不好就會談 因為沒有特別壓力 不擔心飄飾內容會違法 飄飾巡遊吸引大批市民到長洲 大旺島上店舖生意 賣平安包的餅店 長期大排長龍打蛇餅 你為什麼要買牌子買包的? 我不知道呀 人牌牌 好意頭呀 買一個呀 象徵式 有沒有想買包有什麼店? 平安 考試100分 今年都沒有加價 那些包照舊10元個 益一下街坊 油蝦 盡量不加價錢 明年就要加價錢 有精品店老闆就說 早已有很多遊客到店內買東西 但有平安智養的掛飾和公仔 尤其受到歡迎 沒有加價 有些產品比15年前便宜 預期生意 希望回復疫情的七八成 始終經濟未恢復得夠 家人 坐下 lately 建立 賢 太陽 魯